空烟成效与挑战并取 电子烟算空烟对象吗?在我国,这是一个尚无定论的新问题。 针对空烟举证难,能否借鉴电子警察抓拍,人工智慧识别吸烟动作等破题,这也是一个新课题。 今天是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订两周年,根据该修订条例,宣告上海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实施屋顶下全面禁烟。 新条例实施两年间,控烟工作成效与挑战并取。 今天召开的无烟环境建设的实践与挑战专题研讨会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谈到,控烟老问题有解决,电子烟等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引入人工智慧手段等实行科技控烟被多次提及。 烟民家号求戒烟。 近两年,控烟宣传确实有成效,从我的戒烟门诊可见一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周建平明显感受到,上海控烟条例出台前后,戒烟门诊诊疗量发生巨大变化,从控烟立法出台前的一个下午五六个人来看门诊,到如今,如果不加控制可以达到五六十人。 戒烟门诊几乎挂不到号,要不停地加号,周建平坦言为了控制问诊质量,还是有所控制人数,戒烟门诊火爆的背后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部分人接受到悬窖,愿意放弃吸烟。 但他也注意到,控烟宣教还有待提升。 他举例谈道,今天发布的上海市公共场所空烟状况,2018年度,李提到,受访人员对过滤嘴不能降低吸烟危害认知度仅为40.6%。 提示我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还有限,健康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说。 经历这些年,控烟工作走向纵深,确实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同时,也遇到一些新问题。 比如电子烟,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卫部副主任顾建峰就谈道,近期接到过不少在火车站,后车大厅吸电子眼的举报,投诉,这让工作人员很头疼。 目前,上海控烟条例并没提及电子烟,这就遭遇执法男,只能依靠劝阻。 电子烟问题确实棘手,它正逐渐变成,时尚,酷,的标志,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主任郑平平也注意到这个新情况。 电子烟正成为控烟新战场。 电子烟已成为控烟新战场,这引发控烟人士的高度关注。 有报告显示,电子烟已成为产业投资新风口,令控烟人士焦急的是, 一批批新进电子烟品牌,几乎都或明或暗地打出了健康牌, 而电子烟所产生的感官刺激,即喉感,华丽的视觉效果刺激,烟雾缭绕, 多种口味可选,以及所谓的隐藏的科技感, 这一系列释放的亚文化属性成为击中年轻人的卖点。 电子烟是否纳入空烟范围,绕不开一个科学问题,是否危害人群健康。 郑平平教授分析,一个物质是否有害,要经历几十年,几十万人的研究, 传统烟草的危害就是经历这个验证的过程, 而电子烟是新事物、独理学等领域研究需要时间。 目前,短期研究显示电子烟对皮肤、呼吸道的危害已有, 长期危害更是不可知。 他建议,今后对电子烟是否也要增加危害警示吸烟有害健康, 也要纳入公共场所二手烟控制范围。 在周建平看来,电子烟有害健康是肯定的, 只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短期研究已证明有伤害, 长期结果就是细化伤害的具体内容。 对电子烟桌布,已有地区试水。 2019年1月1日,最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 电子烟被纳入禁烟范围。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乡治理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方杰谈道, 杭州对电子烟控制的先行立法备受关注, 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杭州的立法思路更重要的是认定有害烟物拥有损害公共健康的行为, 即不是关注电子烟的这种形式, 而是关注其带来的影响与结局。 尽管目前国家层面对电子烟无相关权威认定, 不过在2018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通知,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方杰称, 控烟工作涉及许多部门, 需要形成治理合力, 此类通知的发布有助于为先行控烟工作打开局面, 撕开一个口子。 人工智慧等科技控烟因关注。 方杰同时谈到, 电子烟产业正成为一个投资新风口, 但考虑该产业方亲为爱, 能否及时关注, 介入, 将该产业往健康方向引导, 比如侧重其医疗功能。 周建平也谈到, 电子烟诞生之初, 其实带有用于戒烟的使命, 帮助烟民度过摆脱传统烟草的艰难过渡。 不过, 他是否合格地担负起该使命还未可知, 而医生已见到的是, 部分年轻人本来不吸烟, 却因为接触了电子烟, 而后感觉吸得不过瘾, 从吸电子烟过渡到了传统烟草, 成为新烟民。 能否将电子烟作为一种处方? 其一, 给电子烟的流通设置一道门槛, 让年轻人至少没有那么容易获得电子烟, 其二, 电子烟以处方化形式出现, 能让它真正发挥戒烟帮手的作用。 周建平谈道, 此外, 在控烟手段上, 专家、 学者还多次提到脊柱技术手段控烟, 由于吸烟过程确实短暂, 提高了取证难度, 上海市司法局立法医处处场管力捐称, 餐厅包房可考虑安装烟雾报警, 上海市公安局交情总队宣传中心主任丁斌分享, 可借鉴电子警察做法拍摄吸烟行为。 考虑吸烟还有特定动作, 人脸识别, 人工智慧均可引入, 开设微信由讲投诉举报渠道, 拍照上传投诉信息, 与会专家、 学者, 科技控烟有望成为控烟工作心突破口, 上海在部分区域试点引领, 备受期待。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 上海拓心健康促进中心主办。